好,歡迎各位同學又再次來到我們點藏唯一副歌師的課程 那我們就接著上次的進度繼續往下講 那我們上次是跟大家講到這個小輝子故事的荒蠻運輸 那大家如果有課本的話,不過當然講過很多次了 我們是挑一本課本,那其實每個版本都可以 其實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康熙的版本 我們現在在第14頁,然後是第三節細胞的生命 那我們前面講到細胞,它有各種構造 最外面有細胞,細胞的區的內外 那同時它就要肩負控制物質進出的這個功能 那我們就跟大家提到,其實小輝子物質的荒蠻運輸 因為現在我們只是基礎生活而已 所以其實課本並沒有講得特別清楚 不過其實我們現在學到的東西叫做 小分子物質的礦膜運輸 那大分子的話,等一下全部講完 我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那小分子物質的礦膜運輸呢 我們上次就跟大家說到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被動 那被動也就是說對細胞來說 我並沒有主動的要你進或者是出 而你自己是因為這個分子運動跟碰撞 當它會有濃度高往濃度低的方向去移動的這個現象 那當然這個現象我們就說它是屬於被動運輸 那它是一種擴散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呢 其實我們又可以說因為它是擴散 所以生物體不需要國外再耗能 那可是呢你是因為分子的這個運動啊 然後痛撞啊 那反正其實它就會讓它一個從高到低的 這個濃度高往低的地方去移動 那但是我們剛剛講到細胞膜呢 那細胞膜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 那細胞膜的話它當然屈可了內外 可是有一些東西例如說氣體它容易損失透 那當然對這個膜就沒辦法阻絕它 它就有暢行無阻 所以這個膜有跟沒有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叫做簡單擴散 從這個圖來看 就是它從這個磷脂質中間的縫隙就這樣擠過去 那另外的話呢我們再看到 有一些的話呢可能細胞膜會擋住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這一邊 那擋住了之後怎麼辦 我們就需要蛋白質的幫助 那這一種需要蛋白質的幫助 我們就把它叫做簡易擴散 Sorry 我們就把它叫便利擴散 剛剛這個才叫簡易擴散 簡易就是簡單的意思 Single Diffusion 那我們就把這個叫做便利擴散 或者叫做促進性擴散 那當然它就會需要蛋白質的幫助 那這一種幫助的蛋白質 我們就把它統稱為運輸蛋白 那或者是說呢 我們可以把它再細分成 有沒有看到旁邊就有 可以把它細分成 這個通道蛋白還有載體蛋白 那通道蛋白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它在這個蛋白質 然後在細胞膜蛋白核動 然後東西就過去 那另外的話呢 載體蛋白就是藉由它構型的改變 然後達到把膜 把物質由膜的一側 運到另外一側的這個目的 那當然通常通道蛋白 都是對於這個離子來說 那在細胞蛋白通常是對於基因來說 好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一篇 那大家就會發現 所以你這個標題就有瑕疵囉 你說叫小分子 不見得是分子啊 那個可能是離子 好啦 我們今天不管這個啦 不要補責一些 不是生物相關的東西 來這一小明就跟大家講到 但是生物體內不是每一次 它都一定是濃度高高高低的地方移動 例如說假設我是這個昆埔海苔 那我體內有很多點的成分 那我點的成分從哪來 就從海水當中來 可是我體內的濃度 一定比海水中的濃度還要大了 但是我還是想要再從海裡面吸收 那這時候怎麼辦 或者是說我今天消化吸收的時候 然後呢我就把很多氧分分解成 可以吸收的小分子的形式 例如說我把糖類分解濃度高糖 然後呢 然後我靠擴散嘛 大家知道我靠擴散 它濃度高 往濃度低的方向移動 簡單來講 擴散到最後 只能夠讓我的兩側濃度相同 只能讓細胞內外濃度相同 那這種內外濃度相同的話 簡單來講就是 我只能夠把外面的東西抓一半進來 那你這麼辛苦的 你會把東西分解完之後 你一直吸收一半進來 那不是很浪費嗎 所以其實喔 我們剛剛講完一點 就是跟大家舉例 雖然說自然狀態之下 它是濃度高 往濃度低的地方去移動 那但是有時候生物體 像我剛剛講的 我是早累了 我是昆布 我是海胎 我要吸收點 就算我體內的點 已經連海水當中多了 可是我還是要把海水裡面的 再不斷吸收進來 我是動物體內的消化系統 我把氧物給分解了 已經有擴散成都進來一半 可是我不甘願 我要全部都吸收進來 那這時候怎麼辦 我是植物的根 我在土壤當中 然後呢 我要把外面的眼淚 當作養分吸收進來 就算我的濃度已經比外面還要再高了 我還是要把它再吸收進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現象叫做主動運輸 感覺上好像是生物 我主動 我就是要把你抓進去 所以它是一種主動運輸 是一種主動運輸 那主動運輸的話呢 當然它最大的特徵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被動是由濃度高 往濃度低的地方去移動 那主動的話呢 其實它就可以反過來 它可以讓它從濃度低 往濃度高的地方移動 那當然啦 我們在高中 我也很少講得這麼細 有人認為說主動運輸 它也可以讓它濃度高 往濃度低 但是可以促進有加速的這個效果 那但是我比較想強調的是 它能夠逆著這個自然的法則 它竟然可以讓它從濃度低 甚至還能夠再往濃度高的地方去移動 那當然 你要它違反自然法則 所以它一定要耗濃 對不對 所以它就一定會耗濃 那當然我們在高一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並不會講得太多 因為主動運輸的區分 其實在高三會強一些 然後大學會強更多 那簡單來講 我們要跟大家強調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主動運輸的這個過程當中 通常它一定會是需要蛋白質的幫助 那它有可能是類似像通道 也有可能類似像栽體 那只是我們比較常講 我們要強調的重點是什麼 大家就可以看課本 你有沒有發現 課本像是15頁 所以有看到嗎 我們從這來看到 看到最右邊的那一個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最右邊的那個 所以其實簡單來講 一般來說這個通道 它通常都是會藉由後期的改變 來達到運輸的目的 那但是呢我們講通道跟載體 我們比較會是用在這個 電力擴散上面 那對於主動蛋白主動運輸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就講 它是一個運輸蛋白 而這個運輸蛋白是要耗能的 它是要耗能的 所以我們說它這邊 一定會用到一個運輸蛋白 而且我們通常會把這個運輸蛋白叫做什麼 我們剛剛不是說 你只要是幫忙運輸的 都可以叫運輸蛋白 而對於主動運輸的蛋白質來講 我們通常就會把它叫做什麼 可能會把它叫做幫浦 所以你下次看到它被叫做幫浦 例如說大甲幫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算是在東西方內很常見的一種 這個幫忙進行主動運輸的蛋白質 那我們就會用幫浦 但幫浦其實是來自這個字來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有那甲幫浦 好那我們就舉例從這來看的話 那在這一邊 這好像會碰到的 不管有一點點的幫浦 所以如果我們跨到這邊來的話呢 你下次看喔 它當然我們會講 那那甲幫浦 大概我剛剛說最常講的 那它當然就是會運那 然後也會運甲 那我們強調這個主動運輸的話 我們會特別強調什麼 我們會特別強調 它其實在運輸的過程當中 會靠能量 我們就會講這個 細胞內直接供應能量的物質叫做ATB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例如說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這個那甲幫浦 就是收拼 那這個那甲幫浦的話呢 它其實就會能夠幫忙 這個打出去三個那 然後打進來兩個甲 所以呢 它其實就會打出去三個那 然後會打進來兩個甲 同時會打進來兩個甲 它就會打出去三個那 然後會打進來兩個甲 那我們這個的話 我們也不會把它叫做什麼通道或載題 我們就會直接講幫浦 那當然它也是一種H單 那所以呢 我們就跟大家講到這個那甲幫浦 那當然有的就直接翻成幫浦 那有的書呢 就會把這個pump 直接翻成一個字 它就會叫做這個字 我們會唸嗎 這個字 它就會用這個字 這個字應該是唸pump pump 那其實也就是幫浦的意思 那另外的話呢 幫浦它畢竟是這個字 翻譯翻譯而來 有人會翻成疾統 疾統 大家可能幾乎沒有聽過這個字 疾統 所以它有時候會被叫做 那甲幫浦 那甲肌頭 或者是那甲幫浦 就會有人講 要讓人家會唸那甲幫浦 好 那從這來看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 它的重點 因為其實我這樣畫 大家不要聽我說 並不是說主動運出 一定要怎麼一個進來一個出去 不是 主動運出的重點是 這個蛋白質然後會消耗atp 對不對 會消耗atp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法來表示 那這只是一個示意圖而已 我們就可以看到 簡單擴散 然後便利擴散 然後這個有消耗atp 所以這個是主動運出 好 這是主動運出 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發現 那你有沒有看見 在便利或在這邊 我們強加有專因性 因為 那離子通告只能讓那離子波 不會讓假離子波 也會這樣滑糖過 那你說這一邊呢 主動運出 它有這個運出蛋白 那有沒有專因性 當然有 當然有 所以如果願意你還是可以寫 對不對 它其實 它是浩能的 然後它也有專因性 它的重點蛋白質 會不會有人叫做方符 所以大概就這樣 例如說會有氫離子方符啊 那你就聽到方符這個詞 你就大概有一種感覺 它是屬於主動運輸 會耗能的 好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那麼這個叫做 小的分子的物質 或者是我們就講是 這個比較小的 那比較大的東西呢 包括我們 上次有沒有稍微跟大家提到 例如說我如果是 這個草綠蟲 或變形蟲 我推個東西進來 或者說我是白血球 然後我把細菌 去這個病毒 或者是一些細胞的 隨便吞進啊 那這樣子 我是不是也把東西 從細胞腕痛到細胞內 那它是不是一種 化膜運輸 是 它是一種化膜運輸 那它是小分子的化膜運輸嗎 就不是 因為那一些東西 可能比你這一些 方符通道在底還要大 對不對 因為你想想看這個通道 在底跟方符 就是個蛋白質嘛 那我今天如果是 這個白血球 吞一個細菌進來 那這個細菌 當然比這個蛋白質 大得多啊 那你這時候怎麼辦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從這個進來 假設我要拿個東西 進教室好了 我把門打開 東西進來 那這個門 就很像是運輸蛋蛋 對不對 然後東西筆門還要小 我就拿進來 那我今天如果要搬 一架方琴進來 教室怎麼辦 那它是筆門還要打 對不對 那它就沒有辦法 用這些我們熟悉的方法進來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那這時候其實大家 國中反而聽過 大家記不記得 白血球吞細菌叫什麼 叫吞噬作用 對不對 所以其實吞噬作用 它就會牽涉到整個 細胞膜形狀的改變 它就會往外發揮那個東西 我們就把它往外突出去 要發揮它要吃的物體 這個構造 叫做胃足有沒有 就假的腳 這兩個字 胃足 生出胃足 然後把東西包進來 然後在它細胞內形成石化 所以那種的話 就叫大分子物質的化膜運輸 那大分子物質的化膜運輸 當然會是其中一種 還有別的 那個不要一下講太多 不然大家會消耗不了 所以呢 大分子物質化膜運輸 耗不耗呢 當然耗了 而且還耗很多的呢 因為它其實牽涉到 細胞形狀的改變 然後再慢慢的把東西弄進來 所以大家很多時候學到 後來會一直強調 主動運輸是耗能的 可是呢 你會以為只有主動運輸耗能 而以後我們有機會學到 大分子物質的光合運輸化膜 推施作用這一點 你就會忘記它其實也是耗能 那但是我們的課本 在教那邊的時候 反而你也可以說是 課本就輕忽了 所以很少在上面會再強調它耗能 不過大家要記得 它當然耗能 因為你想想看 你要把一個鋼琴搬進來的話 你是不是窗戶要拆掉 牆要打掉 東西才搬進來 搬進來之後 你再把窗戶跟牆 裝回去或氣回去 那你說你這樣子 花不花錢 花不花體力 花不花時間 當然花啊 所以其實它花的 比這個主動運輸還要再多很多 好 那我們以上就跟大家講到這一邊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翻過來看一下聖舞後 那這個我們講到東西 例如說我們這邊講的 濃度高瓦濃度低的地方去移動 那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這跟生命無關 大家也記不記得 有人在國中的時候是不是有講 有人在教室樓角落把香水打開 然後慢慢的整間教室的人 都會聞到這個味道 這就是香水的分子 然後就擴散出去 或者是說你把墨水 然後滴到一個乾淨的皮膚裡面 滴到一個燒杯裡面 就是看到顏色會慢慢散開 那這個不需要生物 所以擴散就會都有 所以擴散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那但是便利擴散跟主動運輸 這個會牽涉到特殊的蛋白質 這當然就是一個生命的現象 那但是有沒有發現 我們講的這些東西 當然我們講的那離子 甲離子 它都是溶於水之後 然後再移動 所以簡單來講 其實我們談的都是 這個溶液當中的溶質 對不對 因為這些不是都是溶於水嗎 也不管是西方內外 通常都主要是水的環境 所以它都是溶於水 然後溶於水之後呢 溶質會這樣子 有濃度高往濃度低的地方移動 那水呢 我們如果把目光放在水下面 那有沒有人記得 國中的時候 有些同學在學的時候 他就歸納出一個 比較簡單的說法 他就會覺得 其他的東西都是濃度高往濃度低 而水卻是有濃度低往濃度高的地方移動 那你說他講這句話對不對 好像也對也不對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們的濃度高低 是以溶質當作主詞 我們是站在溶質的角度來講 濃度高還是濃度低 今天這個水溶液 它如果水很多 然後溶質很小 我們就說是濃度低 如果相反的水很小 溶質很多 我們就說它是濃度高 對不對 那但是如果你把眼光放在水呢 你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把眼光放在水 那這個時候 剛剛的濃度高是什麼 是水少 溶質多 這個叫濃度高 那溶度低的是什麼 是水多溶質少 那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想要講水的時候 那它當然就是濃度高的東西 就表示溶質多溶積少 然後溶度低的東西 就表示溶質少 然後溶積多 對不對 所以才會有人說 水跟這個是相反 那是因為我們講濃度 講的都是溶質的濃度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跟大家談到 那水呢 其實水也是會移動的 水也是會移動的 那水在移動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因為濃度 它也會有一個移動的方向 那當然我們就把東西 藉由濃度高往濃度低的地方 去移動叫做擴散 那但是呢 如果我們講的是水 而且我們還要通過一個細胞膜 所以水通過細胞膜的擴散作用 我們就把它叫做滲透 水通過細胞膜的擴散作用 我們就把它叫做滲透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上十六頁第一號 水分子藉由擴散 通過水透性膜的作用 特成回水透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我講的是水 第二個重點要有一個膜 那當然這個膜呢 就是我們叫半透膜 或者叫做選擇性透透膜 因為對細胞膜來說就是這樣 有沒有 有些東西直接就過去了 然後有些東西呢 就被它擋住 就沒有辦法過去了 所以其實我們就要知道滲透是鑽子水 水通過滲透膜的擴散作用 那水通過半透膜的擴散作用 那我們稍微比較嚴重一點來講的話呢 所以其實它就會變成是這樣 假設我們就有個燒杯 燒杯 然後呢燒杯會有個異面 對不對 會有個異面 然後假設我現在有個漏頭 激頭漏頭 然後後面呢 連著這個長長的玻璃管 然後我裡面把它灌進這個蔗糖容易 好所以呢 可能是有一個長長的玻璃管 然後我們這邊接一個 頭大大的漏頭 對不對 然後呢它是這個蔗糖容易 所以其實裡面就有很多的蔗糖 所以其實裡面就有很多的蔗糖 東西再輕鬆 對不對 然後重點來了 來我在這邊給它包一個 我在這邊給它包個半透膜 半透膜把它包住 好 好那我把它沉到這個這個燒杯裡面來 然後我把它控制到意面一樣高 我把它控制到意面跟外面容易的意面一樣高 好請問過一段時間之後會怎樣 這個意面會上升還是會下降 好結果答案是會上升 好會上升 而且呢 如果你一開始濃度放的比較高的話 意面會上升的越高 你如果濃度放的比較低的話 意面就不會上升的那麼高 如果你裡面是蒸餾水跟外面一樣是蒸餾水的話 那麼意面就不會動 好 意面就不會動 好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所以呢 我們就會想到 原來啊 這一個膜它是半透膜 那這個半透膜呢 它就會讓溶液裡面的溶質不可過 而溶劑卻可以過 我還要想講我們講錯 那我們一般的狀況之下 你水溶液它就會有溶劑有溶質嘛 對不對 假設我講這個濁糖水溶液 因為我剛剛說那是濁糖 那結果呢 這個膜它一擋出之後 濁糖過不去 那只有水過不去 那怎麼辦 那基本上是不是應該濁糖要擴散出來才對 因為那邊裡面濃度高啊 後面濃度低 所以濁糖應該要擴散出來 結果你今天 這個半透膜竟然讓溶質不可過 那怎麼辦 那溶質不能動 那就由溶劑來動 那溶劑要怎麼動 所以呢 你看 根據我剛剛講 裡面是濁糖溶液 所以它濁糖多水少 那外面就是整體有水 就是純的水溶液 所以外面是不是相較之下水比較多 而裡面是水比較少 所以水也是從濃度高 往水的濃度低的地方移動 那但是大家就比較難講 什麼叫水的濃度 所以我們才會說 它就會流進它 因此我剛才講 人會覺得滲透 它的方向是相反 它是從濃度低 流到濃度高 那這是因為我們講濃度 是講溶質的濃度 如果你要講溶激的濃度的話 其實它還是從濃度高 往濃低的地方移動 好 那我剛剛講的很亂 我們再重講一次 簡單來說 我有了濃糖水溶液 然後外面是蒸溶水 然後我這邊包了半透膜 這個半透膜就是讓水可以過 然後濃糖過不去 我把它泡在這個液體當中 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會看到液面上升了 液面上升了 對不對 液面上升了 它為什麼 就是因為水流進來 水流進來 水流進來 那水當然 你如果說水的激移動 水當然有激流出 那但是流出來的 比較少流進去的比較多 那你今天如果裡面的 濃糖溶液濃度越高 這個水度就會越高 那如果裡面濃糖溶液濃度沒那麼高 那這個水度就會比較低 所以呢我把它畫高一點 大概比較方便看 所以就會發現這個濃度 它不是一個概念而已 它是可以被量化的 就是我的濃度這麼濃 我的水度會這麼高 我的濃度那麼濃 我的水度會這麼高 那這就可以被量化出來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 假設它的液面到這麼高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算 假設這邊跟這邊的濃度 的壓力相關 對不對 所以呢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水柱高度 那這個水柱高度 就會有一個壓力 就會有一個壓力 那這個壓力哪來的 這個壓力就是 滲透壓縮的造成 好太難了 再來一次 這個壓力就是因為裡面 容易的濃度的壓力 的濃度差所造成 它如果跟外界濃度差很大 這個水柱就會很高 如果它跟外界濃度差很小 這個水柱就會很小 那越高的水柱就表示 越高的壓力 對不對 所以其實講半天的話呢 也就是說容易的濃度 然後呢 所導致出來這個水柱的高度 是可以被量化 是可以被計算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被計算出來的壓力 叫做滲透壓 那濃度越高 滲透壓就會越高 濃度越高 當然是跟外界濃度的差異 那水的這個液面就會越高 濃度越高的東西 吸水的功能就會越高 那當然我剛剛講到 或許大家會覺得很亂 那我們再重講一次 所以就有一句話 聽起來很像是口訣 就是說濃度高 滲透壓高 但是滲透壓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吸水會膨脹 所以濃度高 那個激流漏斗裡面的濃度高 以外它的燒備還要高 所以濃度高滲透壓高 但是滲透壓是負壓 什麼叫負壓 就是會把東西吸進來的一個壓力 所以它濃度很高 所以它就有很強的力量 把水吸進來 然後把水吸進來之後 濃度高 濃度高 濃度壓高 濃度壓是負壓 這句話可以抄耶 它這樣一邊聽完一邊抄 濃度高 濃度壓高 濃度壓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吸水會膨脹 膨脹膨壓它 那當然越後面越複雜 我們現在也沒有講那麼多 所以你就要知道 濃度高 濃度壓高 濃度壓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吸水會膨脹 那膨脹之後 生物會怎樣 那就再說 有些降到一個程度會暴力 那有一些膨脹的力量 就能夠讓氣筒打開 能夠讓花朵綻放 所以其實 滲透壓 鴻壓 對於植物來說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現在呢 我如果說 我把細胞 細胞自己會有一個能度 那我們剛剛是說 一個 這個劑頭落筒內的這個 這堂溶液 然後有一個半透明 那我們現在如果 直接拿實際的 這個細胞 剛剛做例子好了 那細胞會有一個 它自己的濃度 對不對 我們就把細胞 它自己的濃度 叫做生理濃度 所以有沒有人 戴隱形眼鏡的 隱形眼鏡的話 不是會用這個 你那個 你買了罐子 它外面先怎麼寫的 你會看到有的會寫 什麼緩衝液 沖洗液 生理食鹽水 對不對 所以跟你細胞的 生理濃度相同的 容易 你就可以把它叫 生理 當然它主要是甜的成分 所以叫生理食鹽水 那也就是說 這個容易的濃度 跟你細胞的生理濃度 是相同的 好 來我們重來一次喔 所以呢 每個細胞有它自己的濃度 它這個細胞的濃度 叫做生理濃度 這個細胞的濃度 叫做生理濃度 那生理濃度 那我今天 我就會有另外一個容易 我的容易的濃度高 還是容易的濃度低 那我這個高低的標準是什麼 高低的標準就是跟 細胞的生理濃度來比較 我的濃度如果高於生理濃度 那我就叫高張容易 高張容易 或者有人要把它叫這個 高腎容易 就是腎都壓有腎 所以我的濃度如果大於生理濃度 那我就叫做高張容易 那我的濃度如果小於生理濃度 那我就叫地張容易 那我就叫做地張容易 那我的濃度如果剛好等於生理濃度呢 就像我們剛剛講 就是生理時間水 我們就會把它叫等張容易 對不對 就會把它叫等張容易 好 所以呢 來你想想看喔 我今天一個細胞 如果放在高張容易裡面會怎樣 我今天一個細胞 如果放在高張容易裡面會怎樣 好來我們就看看 假設這是一個細胞 對不對 然後細胞有自己的濃度 但是呢我把它放在高張容易裡面 高張是什麼意思 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容易的濃度 高於生理濃度 就叫高張容易 對不對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外面容易的濃度很高 對不對 然後我打點就是融直 看才看得出來 外面的濃度很高 所以有很多 裡面的濃度比較低 然後是不是跟大家講 剛剛有那句話大家有抄嗎 濃度高 甚度要高 甚度要去負壓 不然會吸水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細胞在高張容易內 那到底是誰可以唸剛剛這句話 是細胞的濃度高 還是環境的濃度高 環境濃度高 因為我們不是說外面的濃度 濃度大於細胞濃度 叫高張容易 所以細胞在一個高張容易裡面的話 那外面的容易就會開始唸 欸我濃度高欸 濃度高 滲透壓高 滲透壓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所以呢 這個水就會被吸出來 對不對 水就會被吸出來 濃度高 滲透壓高 滲透壓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所以呢 這個水是不是就被四面八方 被吸出來 所以一個細胞在高張容易內 它會怎樣 它就會脫水 會萎縮 會乾淨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就會脫水或萎縮 就像我們做蜜件 或者是醃漬一些醬菜 就是這樣 把它放在一個高張容易內 那什麼叫做高張 就是容易的濃度大於細胞的生命 濃濃 那容易的濃度大於細胞的生命濃度會怎樣 那這個時候容易的濃度高 身體會要高 身體會要是負壓 所以要被吸水 所以你的水就會被吸出來 整個細胞就會脫水 有時候會乾臉 乾臉字比較難字一些 所以乾臉乾臉 好 然後接下來有細胞在一個低降容易內 那什麼叫低降容易 那低降容易的話就是容易的濃度低於生命濃度 所以容易的濃度低於生命濃度 那從我們這個角度來講是什麼 從我們的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就是容易的濃度 跟外面的濃度一樣 對不對 容易的濃度跟外面的濃度 後部 第一章是指容易的濃度低於生命濃度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細胞的濃度比較高 對不對 因為容易的濃度低於細胞的生命濃度 所以外面容易的濃度低於細胞的生命濃度 所以你看我這個裡面點檔比較多 外面檔比較少 那剛剛那句話誰可以念 高降容易是環境濃度高 那低降容易呢 就是細胞濃度高 所以細胞就開始點檔 濃度高 身體會要高 身體會要高 身體會要吸水 哇 那表示什麼 表示外面的水都會灌進來 對不對 濃度高身的話 高身的話是負壓 不然會吸水 所以呢 細胞的濃度高 外面的水都會灌進來 那灌進來的話會怎樣 就會把細胞撐得很大 就會把細胞撐得很大 那細胞撐得很大的話 如果它是植物細胞 那外面有細胞力封不住 它沒有關係 這個細胞就會變成很有力 就會很堅定 就會往外撐 那我們剛剛講就是這個力量 會把細胞撐開 會把草本植物撐起來 會把花瓣撐到棧房 那但是如果是動物細胞呢 動物細胞的話 外面沒有細胞病 所以如果水分不斷的進來的話 那它就會爆掉 它就會破掉 就會破掉 就會破掉 所以第一張容易就表示 容易的濃度 比細胞的生理難度還要低 所以呢 細胞就可以練 濃度高深入 高深腹要分吸水 所以大家都把水吸進去 所以它會怎樣 它會膨脹 它會膨脹 它被動物細胞來講的話 會發 就會爆掉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等痂 什麼叫膨脹容易 等痂容易就是細胞內外的濃度 濃度相等 對不對 有沒有怎麼表現 濃度相等 反正就是濃度相等 所以濃度相等 它有沒有明顯的 到哪裡到哪裡到哪裡 有沒有明顯的 這種容易移動的方向 沒有 所以呢 我們就會說 它的靜移動就是0 可是這個靜移動呢 也就是說它這個 進去跟出來的差不多 進去跟出來的差不多 所以它就是維持一個正常的 它自己敢有的激磚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說 大家都會說 紅解瘤 我們哺乳類的紅解瘤 是雙胞圓盤狀 那是因為它在一個 等痂容易內 如果它沒有在等痂容易內的話 它其實有可能會萎縮 或者會膨脹 然後甚至會爆掉 都是有可能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們基本上講的 這個有一個圖片 這邊有沒有看到上面的這個 我一次都會寫這種字 好 所以 有沒有看到 基本上 這邊 我們現在在滲透的 十六頁的圖音只有十九 有沒有看到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整張紅衣內有沒有 才會是雙胞圓盤狀 那如果在第一張紅衣內 就表示什麼 表示細胞的濃度高 都在濃度高是濃度高 就是膚壓高會吸水 所以它就漲 然後接下來就會破掉 然後另外的話 如果在高張紅衣內 高張紅衣表示什麼 高張紅衣就表示 細胞的濃度 比較低 環境的濃度比較高 所以環境就會濃度高 升高高 算負壓快吸水 然後就把細胞學吸氧 所以細胞學會脫下 所以細胞學會脫下 那當然我們講到 植物外面有個細胞壁 所以有時候很好玩 因為細胞壁 是一個類似死的結構 它不大會在鬥 但是裡面的細胞膜 以及裡面的細胞脂 它就會膨脹過萎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植物細胞如果在低張紅衣內的話 那水不斷的灌進去 它細胞就會一直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但是到最後會貼在細胞壁上 那細胞壁的力量還夠 所以就會把細胞整個成組 細胞就變苦苦張張 就像我們把氣 或者是水灌進氣球裡面去一樣 它就會整個這樣苦張起來 那相反的 如果植物細胞 放在高張紅衣內 細胞壁不會動 但是裡面的部分 就會一直亂的溫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課本上的16頁 這邊有個註釋欄 有沒有看見 植物細胞的深刻 所以其實呢 它因為細胞壁的關係 因此如果在高張 在低張紅衣內 它因為細胞壁的關係 所以細胞壁會被漲破 但是有沒有看到 高張紅衣內 在高張紅衣內的話 其實它就會 這個細胞壁給它動 可是裡面的細胞膜 來自於裡面的細胞質 它裡面的壁就會不斷地往外滲漏 所以我們假設就是一個 植物細胞 對不對 然後呢 外面有細胞壁 外面有細胞壁 然後呢 當然白身是細胞 同然決定是細胞壁 然後因為植物細胞 然後大部分是一個大大的液泡 對不對 然後因為是立體的 所以你說這樣看下去 會覺得整個植物細胞 都是那個液泡的顏色 例如說最明顯的 我們做這個實驗 就是用紫雷萬鈴金 然後它的液泡裡面 就會有這個花金屬是紫色的 然後你再檢查一下 就會看到 哇 整個都是紫色的 那不整個細胞全都是液泡 當然不是 它會有其他用膏髒 可是呢 因為是立體的 所以我們從上面看下去 會覺得液泡之物 加滿了整個範圍 所以你呢 一開始就會看到它整個 裡面整個都是 裡面整個都藍藍的 整個都藍藍的 就是我們說 紫雷萬鈴金嘛 對不對 然後整個都紫紫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 低較容易內的話 水就會進去 然後它就會貼著 整個東西都貼得很齊 細胞有一點點脹的感覺 然後顏色有一點點淺 可是我們肉眼可能帶出來 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高 高漿容易內 你如果把它放在高漿容易內的話 那高漿容易 你看到這邊 很多高漿的話 當然是不要快吸水 所以 細胞把水吸出來 對不對 抱歉 外面環境的水 把細胞裡面的水吸出來 對 一直吸一直吸 它就會一直縮 一直縮 一直縮 所以有時候很誇張 我們會縮到只剩下 那種一點點 只剩下一點點在角落 只剩下一點點在角落 然後它的顏色就會很深 那這個我覺得就看得出來 這個顏色就會很深 好 那當然我這樣畫太誇張了 所以我們不用畫一點誇張 你就畫 它縮一點點這樣 然後它就會縮 就會縮 就會縮這樣 它就會縮 就會縮 像它的鑽頭有縮 那我問你喔 它這邊變成什麼 不可能是真空 對不對 然後細胞壁 它其實是多空的材質 所以這邊就跟外面的 容易是一樣的 所以 我親自 剛剛就有人聽到這邊 飛機也有個處理 好 過過來了 那這幾天都用了 聽不出來是什麼 剛剛 上課的時候 有上直升機的 哪怕騎了是什麼 不管了 所以其實 你就會發現這個 那這個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它這邊的話 吸水膨脹就會整個 貼入細胞壁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它就是潑水萎縮 那因為細胞壁不會動 然後細胞膜裡面 所以我是用 換一個細胞膜的邊界 細胞膜 然後呢 細胞膜跟裡面的 細胞質 當然最主要是液膏 然後都會整個萎縮 那萎縮之後 這個應該跟細胞壁貼在一起 如果沒有就分開了 我們就把這個現象 叫做什麼 叫做直離 它就叫原生直分離 簡稱為直離 或者是簡稱為直必分離 我們可以看到課本上 就有寫 我們看到課本 最後一哈 我們現在在十六頁的 這個注釋欄 所以 使細胞膜 按細胞必發生分離的現象 就稱為原生直分離 或者簡稱為直必分離 或者簡稱為直離 那你看它的文字 你會覺得不好啊 細胞膜和細胞壁發生分離的現象 為什麼不叫膜壁分離 為什麼它叫直必分離呢 大家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它不是寫 細胞膜和細胞壁發生分離 所以你要知道 它的這個直離分離的直 並不是專指細胞質 而是指原生直 什麼叫原生直 就是構成生命的物質 那細胞壁本身 植物把它做好了之後 它就變成是 不管植物死活 它都會一直存 例如說講 這個錯過頭啊 對不對 那它這個 曾經是樹的一部分 它已經死了 現在一次可以被我們使用 所以大家在講原生直 是構成生命的物質的時候 這個細胞壁比較認為它 不是沒有生命力 就是植物已經也不會去 攻擊它養分的 然後回覆它 它也不需要這樣可以回覆 而且就算植物死了 這東西也還在 它這個搶布的直升力都還在 所以它的直立分離幾個 是原生直 也就是細胞膜 細胞脂 細胞脂肪肌整個 然後被細胞脂分離 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現象 那接下來 我們再看到這個七頁 接下來再往下 好對 我們剛剛把這個滲透再繼續講 那我們就在發現 糟糕我這樣講好不好 好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滲透 那滲透的話呢 我們看到最後一卡 那滲透我們剛剛是不是跟大家說 水通過半透膜的擴散作用 就成為滲透 水通過半透膜的擴散 那它到底是哪一種擴散 我們以前都認為它就是簡單擴散 就直接擴散過去就好 結果後來科學家發現了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還德恩諾克爾的生意去講 還是話去講 反正就是德恩諾克爾講 那你就不得不正視它的存在 所以呢我們才說 雖然說科學家也沒有全世界 每個細胞都減變 但是至少都發現 有些細胞上面是有運輸蛋白的 然後讓水來通過 所以如果水它通過細胞膜 並不是像氧跟氧化碳直接進過去 而是有一個蛋白質在放它 那它就會變成是便利擴散 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它是一種擴散 我們看一下16頁的第二段 水分子除了可見簡單擴散通過細胞膜之外 有沒有發現我們之前都是這樣講 而且我上次操的筆記有沒有 我們講到氧跟氧化碳水會把它放進來 對不對 因為水有一些可以簡易擴散 有一些就需要那些 可以經過這些蛋白質放 所以我們看到 水分子除了可見簡單擴散通過細胞膜之外 也可界促進性擴散 經由細胞膜上水分子的運輸蛋白 喔這名字好長喔 水分細胞膜上水分子的運輸蛋白 那個叫做Aquaporin Aquaporin 那個叫水通膠 那個叫水通膠 那有進去大家就洗一洗 所以它其實就是在細胞膜上 有一個專門的運輸蛋白 然後呢它就是把一個洞 就專門讓水過去 那個叫水通膠 所以水我們現在就比較難一概而論 它到底是簡易擴散 或者是粹精心擴散 不過不管怎麼樣 總之它是一種擴散的 然後水通過半透膜的擴散作用 就被叫做深紅對不對 好那接下我們再看一下第17頁 那在階段 我們在階段 我們在階段 當然來錄影的時間 沒有對著這個想法下合的時間 所以會差一點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17頁 開座展會 報告完畢 現在中了 所以這樣比較有事情 然後我們看一下17頁 細胞通過化學反應 那水還有東西 不管說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提供運輸 被動運輸 這個是指溶質在運輸 然後呢有時候半透膜一擋了之後 溶質不能過 然後呢這個溶劑來移動 那這個溶質不能過的時候 我們既然移動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滲透 那大家會不會很好奇 我們剛剛講的是 滲透的定義是 這個水通過半透膜的過散作用 對不對 那有沒有溶劑通過 溶質通過半透膜的過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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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沒有可能一個溶液裡面 然後有很多的溶質 然後我現在有個半透膜 然後這個半透膜呢 有一些溶質過不去 有一些溶質過不去 聽起來很怪對不對 所以這個詞我們不常講 然後再重說一次喔 水就是溶劑通過半透膜的擴散作用 溶質通過半透膜的過散作用 我們特別把他叫做滲透 水通過半透膜的過散作用 我們把他叫做滲透 那溶質通過半透膜的過散作用呢 我們把他叫做dialysis 我們把他叫做透析 透析 所以水通過半透膜的過散作用 叫做滲透 然後呢溶質通過半透膜的過散作用 我們叫做透析 那有沒有人聽過我剛剛講透析英文是dialysis B-I-A-L-Y-S-I-S 就是這樣子 那dialysis 那有沒有人聽過Hemodialysis 就是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也就是洗腎 對不對 他其實洗的不是腎洗的是血 他把你的血引流出去 然後進到一個機器當中 那機器裡面就有透膜膜 那一場就是一種半透膜 然後呢膜的另外一側有兩張溶液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這個溶液當中會沒有尿素 所以呢你的血流過來 那因為你可能腎臟有一點問題 沒辦法有效的把這個 這個尿素就是寒淡廢物 然後把它濾出 所以呢就讓你的血液流出來 然後流到那個機器 然後呢那個機器它有一個膜 我們把它叫透析膜 然後那裡面就有透析液 透析液就會更加容易 但是裡面沒有尿素 所以你血液當中的尿素就會播散出來 就會播散出來 然後破散出來之後呢 就會進到這個透析液當中 然後你的血 你的血裡面的尿素就會變少 然後它再換透析液 再換透析液 就能夠讓你血液當中的尿素 一直少一直少一直少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強調的是 尿素也就是容脂 通過這個半透膜的擴散作用 我們就把它叫做透析 所以大家可以學一下這個詞 好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不管是容積或是容積 反正細胞就會有個自己該有的形狀 而且不管是外面東西進來 還是裡面的東西出去 反正我細胞就有了我該要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要反應啦 對不對 接下來就要反應 那反應的話呢 有時候反應太慢 有時候反應需要被控制 所以我們細胞裡面就有一群很特殊的分子 它會控制反應進行的速度 甚至是藉由控制反應進行的速度 幾乎可以用來控制反應進行的方向 我們就把這一群 其實也就是化學醬的催化劑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酵素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酵素 那當然生物體內的反應 幾乎都是由酵素來催化 那但是在這個催化的過程當中 它只要酵素就夠了嗎 還是它要吸收能量才行 還是說它反應完之後 它反而會視乎能量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課本上17頁我們就講到 那細胞中文化學反應 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第一章講 當然就是第一節講生命現象就講過了 它如果強調分子的大小 對不對 你看它這邊把這個簡單分子 合成較複雜分子 簡單來講就是小分子變大分子 這個叫合成 然後呢如果是較複雜分子 分解成叫簡單分子 這就是大分子變小分子 這個叫分解 對不對 那但是呢 我們要跟大家講到 如果我們強調到它中間需要能量 我們有沒有跟大家說 這時候合成我們就會講同化 然後分解就會講异化 對不對 所以呢在這過程當中 我先看它這個細胞 它一開始這個反應 它一開始的反應的能階是這麼高 然後呢反應了之後 它的能階是比原本高還是比原本地 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個放出能量 或者是一個吸收能量的反應 那大家國中學的是不是就叫吸熱反應 或者是放熱反應 對不對 就會叫吸熱反應或者是放熱反應 那因此 我們如果開 如果我看一下是這樣 那如果我一開始能階在這一邊 對不對 然後反應過後能階在這一邊 所以我一開始能階高 反應後能階低 那這就是一個放熱反應 因為我反應後能階下降 那如果相反的 我是屬於合成反應 我一開始的能階是低的 然後後來我的能階高了 這就是一個吸熱的反應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吸收能量的反應 好那我們用這個來講 這個比較好懂 這個有一點複雜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它這個反應的話呢 那但是你想想看 我們構成生命的布置有很多特徵 有一個特徵就是穩定 那我如果馬上就反應掉了 那我這個分子就不在了 那這個分子構成的細胞 是不是也就不在了 所以其實我們生物體內的分子 都是很穩定 那很穩定表示什麼 很穩定表示它其實 陷在一個能量的凹凍當中 旁邊有能量的高牆 它沒有辦法跳出來 那我現在講大家可能覺得安全 我再說兩次 大家學校的走廊 如果你在二樓 三樓四樓 就是你在一樓以上 那走廊是不是擋住 讓你不會掉下去 所以你在二樓 相對於一樓 就有一個位呢 就是一個能階 那你下到一樓 是不是表示這個能階 就失足 對不對 可是你卻穩定在二樓啊 為什麼 因為有圍牆把你擋住 那你就不會掉下去 今天如果這個圍牆很高 幾乎沒有人掉下去 相反的 今天這個圍牆如果很低 你像想看 如果你在床上走 他圍牆只有到你腰這麼高而已 你會不會害怕 應該會 大家如果中部狀態一下 你就掉下去 那如果你的圍牆更低 低到只有到你的腳踝 那就是跟沒有圍牆一樣 那你的圍牆越高 人掉到一樓的機率就會越低 你的圍牆越低 人從樓上摔下去的機率就會越高 所以那個圍牆的高低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種能量的屏障 所以你的能量的屏障很高 你就會穩定在這裡 相反你的能量的屏障很低 你就很容易掉下去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因此簡單來說 你現在在這麼高的高度 對不對 這是二樓 那你要下到一樓 那你要怎麼辦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圍牆 我現在如果有一個圍牆 這個圍牆這麼高 如果我會有一個圍牆 這個圍牆這麼高 那我是不是要爬過這個圍牆 然後才能夠下來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在這個高度 這邊是二樓 然後這邊是一樓 然後我現在的圍牆呢 只有這樣 只有這麼矮 那我是不是 這樣就可以掉下來 那是不是這樣比較容易 這樣比較容易 對不對 圍牆很高 不容易掉下去 圍牆很快 就很容易掉下來 所以呢 就這個狀況來看 你 深層 反應物在這邊 深層物在這邊 那深層物就比較像 因為它有個圍牆好高 所以人不容易掉到你了 那這個呢 這個圍牆很低 人就很容易掉到你了 對不對 那這個是有形的圍牆 但是對我們的物質來講 那個是一個無形的能量 所以當你這個反應要進行的時候 你要先翻越這個能量的屏障 你要先給它一個能量 那它超越這個能量的屏障 它才會釋出它的能量 所以呢 這個圍牆就叫做什麼 這個圍牆就叫做活化呢 簡單來講 就是讓反應進行所需要的能量 那如果這樣講 大家還是不懂的話 大家記不記得燃燒 活中取火 燃燒需要符合哪些東西 要有可燃物 要有助燃物 要有陽氣 另外還要什麼 溫度達燃點 對不對 溫度達燃點 其實也就是給它一個活化呢 你給它溫度達燃點 就是幫助它跳過這個圍牆 然後它就可以幫助光跟熱 然後接下來能接觸變得比較低 所以這次燃燒前 能量比較高 然後呢 燃燒之後 它就把這個能量給放出來 但是它沒事為什麼不會燒 因為它有一個很高的能量的圍牆 在這裡就叫做燃點 那有一些東西的燃點比較低 你是不是只要給它一點點溫度 它就燒起來 好 所以呢 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的物質 通常我們旁邊都有很高的圍牆 所以我們就會穩定在這個物質 那但是如果我身體裡面需要反應的時候 假設我需要能量 然後Prodot很穩定 那你就沒辦法呼吸作用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沒關係 我們就會想辦法讓刀牆倒下 我們就會想辦法讓它從這樣變這樣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 人 掉到燃燒的機率就提升了 那麼這個時候這個反應進行的速率 是不是就有提升呢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什麼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活化能給我們降低了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把活化能降低 就是因為有酵素參與在其中 那酵素為什麼可以把活化能降低 這個講起來就很複雜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好不好 假設你是漁工 然後你有懶得移山 不過你如果懶得移山 就不會被叫漁工了 假設你家門前有人坐山很高 然後呢 你要到山的另外一側去 那山很高 你就不容易到山的另外一側去 今天如果山很矮 就很容易到山的一側去 所以那個山的高低就是個活化 那現在的話山很高 那你要怎麼辦 如果你能夠像漁工或像誰 你把山給移植或把山給產壁 那你是不是就容易過去 這個反應就好進行 那但是我一定要把山給產壁嗎 不一定啊 因為我要到山的一側去 我一定要爬上這個高山再下去嗎 我一定要登頂再下去嗎 不一定啊 我帶你走小路啊 沒有走路 我不用到山頂 我也可以到山的另外一側去 那麼這個時候 你走出就不用爬很高的山 那簡單來講 是不是就是活化能被下降 所以酵素能夠讓反應 走上不同的反應路徑 它一樣可以達到這個反應 最後的場路可以出來 可是它會走不同的反應路徑 我們具體來看是什麼 就是高牆倒下了 就是活化能下降 所以它就能夠摧化反應的數 這樣才會不會很亂 它才會有跟上 來我們看一下課本 我們看到17頁 你還沒有設施活動的同學 我們能接到一個聲音嗎 不管了 所以其實有沒有發現 你看喔 啟動反應所需的最低能 它稱為活化能 對不對 活化能高 你會想成圍牆高 你就不容易掉下去了 然後呢 活化能低 圍牆低 你就容易掉下去了 所以呢 酵素看到到處越來越好 我們現在在17頁 都越來越好 細發中的化學反應 通常需要酵素的協助 以降低活化能 對不對 所以酵素可以幫忙降低活化能 簡單來講就是什麼 就是可以催化的反應 可以讓反應的數率加快 可以讓產物變得比較多 今天牆很高 那你就不容易看到人到一樓 因為它翻很多的水平牆 今天牆被拉低了 那人就很掉下去 你在一樓就會 看到有人掉下去 那這就是 在一進去 它的位能就釋出了 就是這樣子 今天山很高 你就沒有辦法看到 我的村民在山的另外一層 今天如果山被產平了 你就會看到 村民在山的另外一層 今天如果 我沒有辦法把山產平 可是有一個人很厲害 他要認得路 他帶你繞過去 那是我的村民容易 在山的另外一層出現 所以這個帶你要過去的人 就是小樹 他具體的貢獻是什麼 就是讓你過到山的另外一層 門檻降低了 你不用登頂了 我帶你走不同的反應路徑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小樹可以降低活化你 就可以催化反應 可以降壞反應的速率 可以讓反應物的消耗量 可以讓產物的生成量都可以提升 所以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小樹呢 我們簡單來說就是 化學反應的催化劑 我們生物會把它叫做美 那它的功能就是 降低反應所需的活化你 那小樹有一些特性 這個我們就下次再講 所以我們下次就 從18頁小樹的特性 繼續往下講 那就這樣子囉 今天花了比較多時間了 然後慢慢的講一些 比較複雜的概念 你有慢慢的看嗎 還是把它快傳快傳掉了 好啦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拜拜